千千古诗画 江南和岳府 江南可采莲 莲叶和甜甜 于是莲叶尖 于是莲叶东 于是莲叶西 于是莲叶南 于是莲叶北 小朋友快来快来 和千千姐姐一起欣赏汉瑞府的江南 夏天的江南水乡 无面开满了莲花 它们一个接着一个 瓶瓶玉立的站在莲叶中间 狐狐的小鱼也在莲叶间 捉起了泥藏 一会儿躲到东 一会儿躲到西 玩着玩着 有的鱼儿浮出水面 啪哒啪哒 吐了串泡泡 海莲的人们 随着兮兮的小鱼 娇艳的莲花 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了呢 它们在湖上 咿呀咿呀的唱起了歌 恰巧 此时一位音乐家路过 看到这里变一水蓝天 鱼儿兮兮的景象 有感而发 写下了这首清新自然的诗歌 江南和草莲 莲叶和甜甜 鱼是莲叶尖 鱼是莲叶东 鱼是莲叶西 鱼是莲叶南 鱼是莲叶北 鱼是莲叶中 为莲叶第一这首清新自然的诗歌